唐雕塑 吹塘和唐畫三樣東西加在一起 才是一個完整的唐人 唐雕塑是用手拉 用剪刀剪出來 吹塘其實是配合唐雕塑 一邊吹一邊拔出唐人 唐雕塑最難做的地方是如何控制溫度 除了控制溫度 還要控制可塑性 唐雕塑拿上來時 不是說太熱 要等一會 等它冷了才來做 唐雕塑就不可以這樣 平時的橫子是一塊東西 讓你吹脹一點 可能是小狗 貓 但沒有那麼細緻 剛才我們來遠見到傳統工藝 我的小朋友一起來時很少見 於是走過來想讓他們見識一下 不是每個人都會做 這真是一點一滴心思手工做出來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呈現了我的歷史回憶 相信現在四五十歲以上的朋友都應該玩過唐雕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手工藝的傳承 文化傳承很重要 因為很大程度上 我們傳統的手工藝 祭堂名是靠人手做的 如果我再不保存的話 這個手工藝就會失傳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我們的普世價值 和中國文化的精義 很多祭堂的人物裡 很多都是一些歷史故事文化故事 大家